好 转转 画面中一辆绿色的轿车才刚经过是马上撞上了准备正在转弯的游览车 透过游览车的行车记录器呢 是可以看到当时这辆绿色的轿车 是直接撞上了游览车的车尾 当街发生擦撞 驾驶也是赶紧来报案 警方获报后到场呢 是对双方实施酒测 游览车驾驶没有酒驾 但小客车驾驶竟然酒测值高达0.44 明显超标酒驾 没想到开车的人竟然是艺人王博杰 而警方在和他交谈的过程中也发现呢 他身上还散发出浓浓的酒气 事发就在今天下午三点半 台北市内湖金庄路上 当时王博杰开车酒驾撞上游览车 幸好没有人受伤 而叶王博杰却酒后开车还撞上车辆 对此呢 他是工程 请一天和女友谢欣盈去新庄看PLG的冠军赛 酒是前一天喝的 没想到酒没有退就开车上路 目前人已经被一公共危险罪送往士林地检署来复训 而在今年三月呢 王博杰才和好朋友修杰凯 在东居的KTV和竹联邦干部起冲突遭到殴打 如今又因为酒驾 目前呢 也将送往地检署复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